曾经破局的红下链又燃希望了吗?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接受了日本杂志专访时表示 正在跟夏普社长进行面板合作的协商 这次双方间似乎出现了转机 外界预测郭台铭将会在25号的股东会来进行回应 日本经济新闻12日报道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日前接受日本杂志专访时表示 正持续以夏普就中小尺寸面板进行合作协商 已经和夏普社长高桥新进行过一对一会谈 希望以夏普合作提高设计能力 获得有名望客户的青睐 双方似乎正重修就好 鸿海投资夏普可谓一路多舛 2012年鸿海入股夏普取得近10%股权 当时郭台铭表明增加对夏普注资的希望 但是同年6月由于双方在云运权相关细节未能达成共识 以及夏普财务问题 夏普社长奥田隆斯表示不再接受来自鸿海的出资 2013年夏普在营运计划中点名 不会将鸿海投资纳入计划中 鸿夏店破局 但郭台铭始终不放弃与夏普合作 我想我们鸿海集团过去十数年来 不管景气不景气 我们对未来投资 对未来投资的承诺 我们从没有退让 我们从没有退却 据日经新闻报导 夏普已计划在今年投注300亿日元 增产手机及平板电脑用的中小尺寸面板以稳定提高产能 也许以此为契机 市场预期 郭董将的鸿海25日股东会揭露红夏链最新进展 新行的电视整理报导